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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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同修 大家新年好 今天又是我们团拜的日子 团拜我们就会请令法语 法语是我们华语的特色 它是金刚运菩萨送给各位 送给各位的新年祝贺 你今年人生的大概方向 与目标定位 这个法语里头会告诉你 只有你自己知道 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牌号 不是 对你有绝对的帮助 这个法语来自于生命 生命的百科全书 还已经里面的 虽然你秦颖的时候像抽签一样 所有人就简称为抽法语 那你不要看扁他 不管你叫他是抽法语 还是叫秦颖法语 都是一种尊重 是你对自己灵性的尊重 所以我们很乐意 也很踊跃的每年都要拿一张 这一张是对我们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我们跟佛菩萨的这个传承里头的一个真实的沟通 你假如认为是一个交际应酬的活动 那就没有这个传承了 他连不起来 就像一个人在家里 他不认同这个家 他就不是这个家人 现在血统一样 但无意义 因为你一直跟这个家不相应 我们跟华语经相应而来的 我们认同华语经的理念而来的 所以每年华语经给你一个人生的指标 你自己慢慢去对应 这个对应对我们每个人的启示 有身有钱 但是你一定会进步 你一定今年比去年更好 那你这一张法语请回去就丢了就忘了 那当然你不会进步 假如你有经常在还醒自己 要再超越 要再进步 至少一年要超越一次 假如你精进的话 每个月超越 你就接近阿罗汉了 你要能够天天都进步 那你就精进菩萨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 珍惜这个法语 重视这个法语 让我们灵性早日成熟 灵性的成长 我们叫菩提增长 灵性的成熟 叫菩提成熟 祝福各位早入法界 幸福平安快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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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